看完了棒球之后 接下来带你来关注是今天的篮球消息 美国时间今天1月4号 也是马刺队的选秀状元 Victor Wenbayama 20岁的生日 当然说到 Wenbayama 他在先前对独行侠的比赛 由于扭上他的右脚踝 所以现在球团对 Wenbayama是非常的保护 尽管最近 马刺是处于一波又是连败的一个状况 但是在上一场面对灰熊的比赛 球团包括了总教练Pubbich在内 只让 Wenbayama上场了26分钟 而他也相当高效率的拿下了20分 在今天 Wenbayama回到了主场 在生日这一天 他们面对的对手是来踢馆的 蜜尔瓦记公务队 那当然 Wenbayama今天要面对的是 字母哥两个怪物等级球员的一个对决 再来看到第二节 Wenbayama欧洲部运球过人之后 自己抛头球打板 再抢篮板自己灌篮 哇 字母哥在旁边没有想到小老弟怎么会这样子做呢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再来看一遍 挑篮打板也让跟过来补防的字母哥成了扣篮的海报背景 上半场打完公路队64-59 仅仅只有领先马刺5分而已 来到比赛第三节下半场 让我们再度来见证 Wenbayama的一个神奇时刻 那抄截成功之后自己带球过半场 而且面对 Damian Lillard的一个防守 他背后运球闪过了小李之后 直接灌篮 而且还制造了过来补防的Lopez的一个犯规 这一个得分也让Wenbayama完成了三分打 比赛来到了第四节 马刺这一边追到了只落后三分了 连连离了切入被Wenbayama盖了一个火锅 马刺快速推进 在前场没有人敢投 那就交给最后跟上来的Wenbayama Wenbayama在湖顶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121比121 这个时候双方形成平手 Wenbayama今天总共拿下了27分9个篮板 同时送出了5次火锅 全场马刺球迷为之沸腾 希望能够在主场拿下胜利 字幕哥这个时候从中路直接开启了坦克车杀进去 也是完成了一个三分打 124比121 公路又取得了三分领先 比赛时间还是要28秒 面对Wenbayama的一个防守 字幕哥想要故技重施 结果这个时候的一个切入被Wenbayama盖了一个大火锅 马刺有最后一波的进攻机会 当然投三分球才能够追平 球传来传去 这个炸弹 最后Wenbayama没有选择自己出手 传给了有空档的队友Tree Jones 但是Tree Jones很可惜让大家失望了 这场比赛公路队靠着字幕哥全场44分14篮板 加上Damian Lillard也拿下25分的表现 最后就是送给了马刺队他们在主场的第15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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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